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小王 这个可以给我吗 我拿回去喂流浪猫 可以啊 杨子 看不出来你挺有爱心的 行 我帮你发冰箱 免得搜了 谢谢 我去放就好了 想不到杨子年纪轻轻的 还挺有爱心的嘛 老板 今天不说话 我有一点事跟你说 什么事儿这么深深眯眯的 有些话我不方便当他面说 前一阵我听到杨子打电话 喂 妈 这手术费实在是太多了 我拿不起 对不起 杨子的妈妈生病做手术 拿不出来钱 听说他们家的她是独生女 真是为难她了 她这段时间压力应该挺大的 这些话不方便在她面前说 她是个特别要强的人 杨子要的盒饭不是给人家猫的 可能是自己拿回去吃的 有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跟我说一下 这样 你去跟行政说一下 今后我们公司包午餐 咱们再组织一个抽奖活动 记住 一定要让杨子 抽到那个最大的现金奖 这个季度大家业绩达标 我给大家准备了10天的代行年假 还有5万的现金奖金 抓紧决定 我中了 我中了 是我 这是你的现金奖 快下班吧 时间假期好好休息 谢谢老板 很成功 哎 我包忘拿了 老板 你不是没钱发工资的吗 我把手势卖了 还能顶一阵 老板 这个钱我不要 你拿去给大家发工资吧 样子 你家里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作为你的老板帮你一把也是应该的 困难 听说你妈妈要做手术 这五万块也不能帮到你手术 老板 你误会了 我妈妈做的是整形手术 她那张脸已经花了2000万做美容了 现在还要花5000万去韩国做拉皮 我爸爸不同意 他就打我的主意 我们家就普通家庭 哪经得起他这么花呀 普通家庭 论员工比老板有钱 太难了 跟大家说个严肃的事儿啊 最近公司生意不景气 我们的资金回流有点问题 大家到财务室去结一下工资 我们就这么散了吧 老板 你先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打吧 喂 爸 我们公司要倒闭了 你赶紧投资个几千万 要不然我们明天没进去上班了 知道了吗 赶紧啊 老板 可以了 我们明天可以这样子上班了 论员工比老板有钱三 老板来了 老板来了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这周末组织大家去团建 好好好 张力 你负责租一个海行的别墅 猪猫老板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浪费这个钱了 我这里呢有一套海景的别墅 还有一套市中心的 还有一套高人呼球场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团建 去海边我们肯定好一点 到时候直接去我这个海景的就好了呀 你觉得这么快 方东 能不能再宽限一下啊 别让我们现在搬走 我们现在资金有点问题 一旦正常了 马上就把房租转给你 我说不行就不行 今天不将房租就给我搬走 老板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 我给他发个姓名试一下 小李你收房租收到我老板这里来了 你不知道我在这里上班吗 这一年的房租我全免了 不能这么说呀大姐 没事老板这附近有十栋楼都是我的 记得关注我哟 不是张国人是张总监 张 张总监 你是说张丽吧 对对对 麻烦你帮我叫一下 好那你稍等一下啊 哟 这不是张总监吗 老板 张丽阳 你想当总监得努力啊 得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的做事啊 总监就得有总监的样子 该有的东西都得有 来 银行卡 带叔叔去吃顿好的 开我的车去啊 谢谢老板 快去吧 早去早回啊 注意安全 爸 你怎么来了 我水黄猪刚好路过这里 这是我们老板给我的银行卡 他说我带你去吃饭 老板这么好 要不这个房租得免了吧 你们老板真好 这一年历房终于给他联了 记得关注我哟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老板来了 老板来了 杨子 大家都在努力工作 就你有手好闲 公司不养闲人啊 老板我 行了 看你是新人 多跟老员工学学 这里有二十多个订单 先挑简单的做 好的 老板 杨子 这些订单都是你做的啊 是的 老板 杨子 做人要诚实 你一个新员工能搞定这么难搞的项目 你说 谁帮你做的 老板 这些真的都是我做的 这些都是公司长期没有谈下来的合作 你说这是你做的 对啊 是你说让我挑一些简单的来做 这个是我妈公司的项目 这个是我旧公司的项目 这个是我表哥公司的项目 这个是我叔公司的项目 这些都是我一个电话就搞定的事 还要比这个更简单的吗 没有了 记得关注我哟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老板来了 老板来了 这个季度你们的业绩一落千丈 完全是零创收 我养着你们这群白眼狼有什么用 你恶恶给我上来做简讨 杨子 你先来 怎么回事 快看看呢 老板别看了 说是上个月电费没借给房东 房东给你拉闸了 还不都是因为你们 你们要是能力强点 公司能这么入不敷出吗 一个个都不知道干什么吃的 真过分 谁过分 什么意思 我是说房东他真势力 不就拖欠一个月电费至于吗 看我的 就是吗 喂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 哎 就欠一个月电费怎么了 你这样做你不觉得很落井下石吗 你不知道我在这里实习吗 你这样搞我很没面子的好吗 这样让我同事怎么看我呀 妈 你告诉我 咱家这么多动楼 缺纳点电费吗 赶紧的 开会呢 可以了老板 咱都是你妈呀 对 以后水电费交不起了 你直接跟我说 哈哈哈哈哈哈 记得关注我哟